大家好,欢迎收看水冊教室,我是水冊小编 今集要和大家探讨的是不自然四因 大家都知道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也都知道要远离锋利的道具 但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面 依然有很多人因为一些完全没注意到的细节 莫名其妙地走到生命的终点 结婚是每个人一生中的大日子 在一个婚礼上,新婚的阿霞和丈夫很开心 丈夫还被亲戚朋友轮廊地拉住,灌了很多酒 很不容易就回到房间 丈夫急不及待地抱起阿霞 在她的颈部狂吻一番 起初阿霞觉得很痕,于是笑着地挣扎 但是越是挣扎,丈夫就越是舍着她的颗不放 慢慢地,阿霞的声音就越来越小 她的动作也都漸漸停止 困倦的丈夫以为妻子睡了 就转了身,进入梦乡 听到这里,聪明的观众应该已经猜到 没错,阿霞在停止挣扎的时候 她的生命其实已经悄悄结束了 面对惊恐的丈夫,傅天抢地的父母 以及没有什么疑点的现场 法医决定以解剖的方式,揭开阿霞的死因 经过全面的试检之后 他们发现阿霞全身并没有致命的损伤 那她到底是怎样死的呢? 这个时候,一块红色的印记 解开了所有迷团 法医发现,在阿霞颈部的柔质 有一块殷红斑 那个是丈夫留给她的吻痕 这块红斑显示阿霞当时的颈动物童受到逼压 导致心跳和呼吸躁停,而被抑制死 这个是一场意外 抑制死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死因 早于1894年 医学家波罗阿德尔和贝纳姆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 她的出现是由于支配心脏活动的迷走神经 受到刺激后过度兴奋 令到心血管活动突然被抑制而躁停 从而导致死亡 你可能会问,故事是真还是假的呢? 这个案例其实出自《法医巡明》的书 《不自然死因研究》 《法医的28货死亡否释不记》 《资深法医巡明》在3000多份真实档案中 总结出28种不自然死法 这些千奇百怪的事情听下去不可思议 但都是真实发生过 他们提醒了你和我不要以为自己的盲目 大意或者一时冲动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好了,接着下来我们会有更多有趣的故事 想第一时间收看就记得subscribe文化本事YouTube channel 还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见